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传的可选的参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搜括号来表示说明对不对 那这几个呢 咱们看一个跟他这样相反的 咱们在默认参数的是实际参数比形式参比形参 个数要少对不对 那这几个参数是讨论的是可变个数参数的函数 那目的什么呢 让我们实际的传的参数可以比形式的参数多 真的吗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对 来 这个问题就叫做 咱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 所以叫做可变参数 和默认参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什么叫可变参数呢 比如说 我这写个DEMO 看到了吗 Faction 一个函数 里边输出 一行几号 第二 我现在这个有参数吗 没有 没有参数 但是我在调用DEMO的时候 我可以传一个参数 调用DEMO的时候 我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传九个参数 对吧 或者我这份声明了一个参数 然后我传十个参数 知道吗 那你想想 对于这样的问题 没有接的 对没有接的 是不是感觉没异样 咱们先看看程序出不出错 他人不人许这样的格式 对吧 因为在其他语言里边 有几个形参就得有几个实参 咱们前面上几个刚刚看到 个数可以不对应 对吧 少是因为这里边有默认的值 对不对 那多怎么办 那咱先看一下错不错 来 看下程序 look house test.prd 出错了吗 没有 没有出错 警告有吗 没有 都没有 证明这种格式是允许的 对不对 既然是允许的 那现在咱们再讨论一下 什么呢 如果你传的参数 如果你传的参数 对吧 在函数里边用不到这个参数 你现在你不觉得这个参数 传的比较多余吗 对吧 那怎么处理 怎么 你不用接收的 对吧 但是函数里边必须得怎么 得有 虽然没有这块接收的东西 对不对 那肯定得有一个能收到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这个多写这些参数就是无意义的 对吧 所以咱们接参数不一定非得在这儿用变量接 可以在这里边用其他的方法接 只要能接到是不是证明我们就可以用到传的参数 对吧 那怎么接系统里边可我们提供了一个内置的函数 专门接这个参数用的 那什么内置函数呢 当然了我们这里边可以有变量AB有两个 那我传多余的 是不是就可以啊 也可以直接用默认的跟原来都一样 对吧 那这些是不是超过它的预算范围的 对吧 那我们想全接种怎么办的 有个FUNCGATARTS 看到这个函数了吗 这个函数可以接收到所有的参数 可以接收到所有参数 对 但是参数是一个吗 有可能多个对不对 所以它接到了付给一个值 这一个值要存所有的参数 那这个值就是什么 是个数字 对吧 那我们来在这里边打印一下这个 对吧 到了鬼啊 看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参数 如果我传的这个参数 它都能收到 那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字 就能获得到每个参数 来我们用一下 看一下 会不会获取到这么多参数 对吧 函数这么执行 执行了 这就是咱们在做成绩的时候 怎么的 除了在用行餐去接收食餐之外 咱们可以用这个函数去接收所有的食餐 那用这个接收有很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给别人不提供这样的行餐的话 你看 如果给用户不提供这个参数的话 对吧 那用户感觉这个函数是很简单的 对吧 这是只是感觉很简单而已 对不对 那真正的简单地方在哪呢 对吧 如果你列出十个参数来 你想要 用户是不是得按照参数的碎语去穿支 对吧 名字在第一个 你不能给第三个参数传名字 对不对 碎序得对应 个手是给得对应 虽然用默认参数他可以解决这个 你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种形式咱们提供参数 看上去没有参数 对不对 对 那他在这份用的时候 传几个有楼行 跟顺序也可以做是没关系 对了 所以这样的函数在PAP里边存在的非常多 自己设计函数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设计 是非常有用的 OK 那这是一个数组 那数组的话 咱们就可以用下标或者什么东西来处理了 对吧 那如果参数超过五个或者六个 通常给大家假设一个值 如果超过九个参数的话 你就尽量别在这里声明了 听懂吗 把九个参数看成是一个数字 听懂吗 这样的话就没有对应随区的问题 做程序最主要的是对应随区的问题最复合 定要函数的时候 对吧 你万一窜一位 那整个函数定要是不是就失败了 对吧 所以参数再多的话 用一个数字做参数 或者用这种方式做参数 这样的话 传参数的时候就不用考虑顺序问题 比如说刚上一回咱们做的程序 传名字年龄性别 emile对不对 是必须得按岁数据传 如果我用一个数组做参数 对吧 那我可以改变这个传的岁数 先传性别 先传年龄 先传emile都可以 对吧 传几个也都样的可以 要做成这样灵活的参数 就是一个可变参数 对吧 这一点大家注意 那现在咱们要解决这个多的问题 现在就收到了 那怎么处理 如果你学到数组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处理了 对吧 直接访问就行了 这里边每一个单独访问怎么办 AR数组后边当会一样 用下标 就是什么 0 访问是第一个 从第0个开始 一访问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就知道 现在比如说我访问5 从这开始数 0123456 是不是 下标的是几 不对 01234 应该下标是4 对 4是5 那我看一下参数值 是不是5呢 看一下 是不是5 前面几个 是因为变量没升0 对不对 那现在我想做 所有参数相加之和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呢 比如说返回一个 返回所有参数之和 对吧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程序 怎么做 首先我声明一个和等于0 对不对 对吧 然后方循环 怎么呢 $i等于0 $i小于数足的长度是 Cunt$R 有几个参数 小于几个 这后续都能够点减 数足的东西 到现在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 OK 我现在只不过想用循环 把所有参数加在一起 对吧 然后$i 加加这里边让$SUM 加等于$AR里边的$i 这样的话就要每一个相加了 然后我们返回$SUM 看一下这样的程序 然后我们在这会儿直接输出百分之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了参数里边 有几个 我们就怎么的 将几个加在一起 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没成功参数但是我们做到了 传几个数将任这几个参数加在一起 来 我们专心一下 是不是45 可以算一下0加到9是不是45 对吧 程序应该不出错的情况应该不骗人 就在是很准确的 对 所以说要想做这种十餐比星餐多的就用在函数里边会有一个默认函数可以接受 对不对 当然除了这个默认函数我们还有其中其他的函数可以接受 什么呢 还有两个函数分别是这个 我们直接来手势吧 看配置文件 看那课件 这个是反过一数多包含所有参数对不对 咱们还可以用这个函数返回总个数 比如说同样的程序 我想知道参数有几个我学问几次对不对 对 我就可以怎么的了 比如说我用这个数据 不用这个数据 直接用这个函数 系统里边有个这个函数 这函数是这个函数的函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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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 下方线 NUM 下方线 ARGS 括号 FUNC NUM ARGS 这函数 ARGS 你看变颜色 这个就正确了 对不对 现在你看一下 这块小于个数 对不对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 这块因为不是数数 数数大家没学过来 对不对 所以他不用数数来获取 这块既然知道参数个数了 就可以作为学问条件 对吧 我们有每一个获取的 一个一个获取的什么 FUNC ARGS 对 什么 FUNC GET GET ARGS 你看 这个是不是获取数组的 对啊 我把S去掉 是不是也变颜色了 这就获取三个 那 存哪个 就获取哪个 知道吧 你存第五个 他就获取第五 存第六个 第六个 我在学馆里面把I传进去 是不是分别获取某一个 你看一下 同样得到的值 可以什么 45 45 所以大家现在在魅学数组的情况下 对吧 这两个跟数都没关系 一个是获取参数的个数 一个是指定第几个参数 去获取第几个参数 是不是一样 这就是可以做到可变参数 那系统里面可变参数是如何给我们做说明的呢 如何做说明的呢 那这里边咱们找一下 比如说 再随便搜一个函数吧 比如说A.I.I.I. 下华线 随便找一个 看这样的函数 只要在中号点点点的 这种点点点的指的什么意思 对吧 就证明省个月了 你穿多个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这话 这个函数我这么写 DEMO 一个函数对不对 反问值比如说是一个NUMBR 是不是一个数啊 这里边也需要穿一个数 我就可以中号数 科学可不写啊 对吧 NUMBR参数 $ 什么意思 说明可选择 你可穿参数对不对 点点什么 穿多少个都行 明白这意思啊 所以以后遇到 在手册里边 哪个函数说明中给你标记是点点的 对吧 证明你可以一直传也去 就是吧 有好多这样的函数 大概系统里边有百分之 呃 百分之几百分之十 都是这样的函数的说明 对吧 因为这是pnp的特性 就是吧 嗯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样 这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个例子 这是代码 会不会有注释 对吧 刚才我们也写过了 我觉得不多重复了 好吧 那再总结一下 这两几个咱们学了一个默认猜数 对不对 一个是可以接收参数的所有个数的 对不对 那这两解和加在一起就是你可以随意 可以让实餐的个数比形态个数多 也可以让实餐个数比形态个数少 对吧 在手册桌说明里边 妹子回想一下 综合号代表什么意思 对 这个参数可存可不存 在说明中 说明还是有点点什么意思 可以存无处 对吧 存几个都行 对不对 这就是 那可以少可以多 是不是可以变化不参数了 那这个特点就是PRP本身的一个特点 你如果在别的语言里边想实现这样的效果 非常的难 有了这样的效果 就让我们PRP编写一个函数的功能 就相当于比如说加瓦重音 跟加瓦重音比 相当于加瓦编10个函数 而且这一个函数比那10个函数还好理解 这就是PRP语法灵活开发速度快最主要的特点 当然这些都归功于PRP是弱类型语言 所以PRP好的特性最终的归功的都是因为PRP是弱类型语言 造成了PRP这样好的习惯 所以PRP的语法这种简洁都体验在这些方面上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13号时间 这次上 jumping 这 intrins隔离 18号时间 18号时间 17号时间 12号时间 21号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